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大家諒解这段时间的病真的很多 我们怎么去调动呢 其实都有困难去追得到新增的个案 香港连续五天单日确诊过百 医管局承认情况不理想 华春莹批评美方强行进入休斯敦总领馆 如入室盗窃无疑 美国反种族示威浪潮升级肯塔基州 有黑人团体持枪示威 境外的学生如果没有办法进来的话 我们透过线上学习还有交流 都可以来完成这个课程 台湾的高校担心疫情影响境外生入学 实际直动车之头条新闻 由五粮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中国的五粮业 世界的五粮业 这条新闻我们聚焦香港 香港的新冠疫情目前非常严峻 卫生防护中心公布 截止到今天的凌晨 香港新增了128宗确诊的病例 这是连续第五天确诊过百 那其中有103宗是本地的个案 目前这第三波疫情所确诊的数字 已经达到了1375宗 超过第一和第二波疫情确诊的总数 新确诊的本地个案中 68宗和之前的确诊个案有关联 当中47宗个案是与亲友聚会 吃饭时受到感染 有35宗没有找到源头 包括第一次司机 以及三名在上水图房工作的人士等 而屯门一间老人院 多20名院友及院设工作人员确诊 或初步确诊 卫生防护中心已安排多位老人连夜撤离 由于确诊个案连续上升 医管局表示 公民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 目前仍有一百多名确诊者 及初步确诊者正在等候入院 医管局方面承认 要病人等候入院的情况不理想 但呼吁病人耐心等待 至于有三名在上水图房工作的人士确诊 食物级卫生局副局长徐德毅指 三人都不在屠宰县工作 目前也没有科学证据证明 新冠病毒可以透过进食感染 另外卫生署表示 由于香港疫情持续严重 呼吁市民暂停一切不必要的聚会和外出 凤凰卫视 孟行元 香港报道 目前港府进一步的收紧了 豁免检疫人士抵港之后的检疫安排 从29号开始 暂停所有的客船 以及不在香港进行货物装卸的货船船员换班 而在香港要进行货物装卸的货船换班的船员 机组人员以及其他豁免检疫的人士 检测的安排也是进一步的收紧 包括不能够搭乘普通市民使用的交通工具 自疫情发生以来 香港特区政府对33类来港人士 包括跨境货运司机 船员及机组人员等等 豁免强制检疫 政府发言人强调 一直关注输入个案带来的风险 果断制定应对措施 公布自本月29号起 收紧豁免人士的检测及检疫安排 新措施包括暂停所有客船 已经没有在香港处理货运装卸的货船 船员换班安排 直至疫情受控 来港装卸货物的货船 在香港水域停留期间 所有船员必须留在船上 需换班的船员也要等到货安排交通 直接前往香港国际机场登机才能离船 搭乘飞机抵港换班的船员 需在离开出发地前48个小时内 取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才可入境 抵港后需立刻登船 不可在市区停留 船公司需提供点对点交通 至于机组人员 及其他所有经机场到港的豁免人士 必须于出发前48个小时内 取得阴性检测结果 否则必须到临时样本采集中心 进行病毒检测 并在中心或指定地点等候结果 另外航空公司也要自行安排 点对点交通工具 接载机组人员往返机场和下套的地方 并确保机组人员在收到检测结果前自我隔离 政府发言人也指出 来港进行货物装卸的货船 对供应香港社会日常所需 维持香港畅顺运作至关重要 认为人需豁免货船船员接受强制检疫 容许他们在港换班 凤凰卫视卫影音香港报道 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指出 如果疫情进一步的恶化 会果断的采取更严厉的管控措施 但强调现阶段无意推出居家令限制市民外出 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织中指出 香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不仅多个个案源头不明 而且涉及范围广泛 使追踪接触者以及切断传播链的工作 困难重重 情况令人忧虑 特区政府已经持续收紧防疫措施 但如果仍然无法控制疫情 情况进一步转坏的话 会果断采取更严厉的管控措施 但强调现阶段无意推出居家令或禁足令 限制市民外出 张建宗还指出 抗疫工作的重要一环 是安排较高感染风险的人士 例如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 在检疫中心接受强制隔离 因此特区政府正竭尽所能 在短时间之内增加检疫中心的单位数目 目前香港一共有四个检疫中心 可以提供约2600个单位 新建检疫中心的工作持续进行中 预计年底之前 还可以额外提供2700个单位 另外香港多个护老院也爆发疫情 多名长者陆续确诊 张建宗表示 护老院确诊个案的紧密接触者 有特殊的医疗需要 已经为他们安排了特定的临时检疫中心 不仅有护理人员24小时当职 还有专人负责日常起居 另外亚洲国际博览馆 也设立了专门的安老院设临时检疫中心 以备不时之需 张建宗强调 中央政府一直十分关心香港的疫情变化 以及支持特区政府的防疫抗疫工作 并积极回应行政长官的最新要求 在加大检测能力和改装亚洲国际博览馆 为类似方舱医院的工作上提供协助 张建宗表示 这一波的疫情是半年以来最严峻的 未来两个星期将会十分关键 呼吁市民自律和配合 尽量留在家中减少外出 凤后卫视梁华香港报道 香港的疫情十分严峻 香港话题节目上请到识论员 郑浩先生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点击 郑先生这连续五天 香港的单日新增都过百 这个形势非常严峻 对接下来的整体的防疫 带来怎样的一些挑战呢 应该说我们这两天 一直在评论香港的疫情的情况 这也是我第二天来评论相关的话题了 应该说在香港的这几天的 包括这五天的 每天都有过百宗的确诊个案 而且有相当多 还是属于传染途径来的不明 没有办法查清楚如何来传播的 因此对进一步的排查 对进一步的隔离 包括收治等等 都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一系列的困难 我们看到香港的疫管局 香港的区域政府也非常的着急 而且公立医院私立医院 目前也是较苦连天 因为他们每天面临着这个压力 还非常巨大 一次从这几天的整体的相关的形势 疫情的形势来看 有两个没有变化 一个就是疫情没有出现一个缓和 或者是向好的一个方向 或者是受控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 第二个没有改变的就是 由特区政府 医贯局 还有这个政府的医疗专家小组 来制定相关的政策 这样的一个趋势 也还没有改变 那换句话说就是特区政府 现在还是在尽力的 通过颁布一系列的一些措施 来控制疫情 但是从目前整个的疫情的形势来看 因为现在是难以控制住 而且有很多是没有办法进行排查 所以未来的这种疫情的爆发 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包括你像刚才有很多专家 包括张建中也说 未来两星期 那么是最担心的 那当然这个说几实话 这个香港人口非常的密集 居住的非常的密集 七百多万人口 而且你不能够完全的排除市民 在户外的活动 虽然你可以呼吁 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 但是正常的生活工作各方面 都不能够一刀切的下禁足令 或者是居家令 那这个都是一个实际的困难 所以未来两星期 疫情还会有增长 这个基本上是可以预测到的 只是说这个多少的问题 我个人有什么建议 其实从目前特区政府做的来看 节奏上虽然可能是慢了一点 但是力度上还是还是可以的 那比方说对外 严格的限制陆路 这个交通工具的司机或者是船员 严格的控制 不允许他们离开船 另外来加强他们的检测 另外就是航空公司 指定的地点进行这个检测 而且不能够搭 公共的交通 也不能离开居住的酒店 更不能去这个酒吧或者餐厅 实际上到晚上也没有地方好去了 那么对内还是不断的来呼吁 市民要加强个人的卫生 同时呢 这个在娱乐场所 包括沙滩啊 电影院啊 饮食啊 菜市场啊 还有包括医院啊 还有一些公共的一些场所 都进行了消杀 或者是进一步收紧 这个公共的一些活动的一些措施 只是这个节奏上面 我在考虑啊 是不是因应这个 当前的疫情的发展的一个态势 节奏上有所调整 比方说该做的还是要做 可能有困难啊 但是呢 还是要这个力度啊 可能还要进入这个加强 尤其是爱产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的话 一些政策上的空间 还是有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未来还是要关注疫情 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控制住 这样的疫情 尽快的加策 加强这个核酸检测的一个能力 特别是如果实在 难以控制的话 呼吁中央政府 或者是内地与必要的协助 也是要考虑在内的路程 好 谢谢正好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下期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指出 美方执法人员 强行进入修士尊总领馆 与入室盗窃 华春莹的推文指出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馆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今天在推特上指出 美方的这一举动 与入室盗窃无异 华春莹的推文指出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馆设 是中国的国家财产 美国方面强行进入的举动 不仅侵犯了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也侵犯了美国宪法 还侵犯了美国的外交使团法 这一举动与入室盗窃无异 他还分享了一张照片 配文写道 美国联邦官员和一名所将 尝试打开一扇门 进入已撤空的 中国总领馆馆设内 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 对于美方强行进入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馆设的行径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将就此做出正当和必要反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那今天是美国驻成都总领馆 接到闭馆通知的第三天了 继续呢 有人员和车辆频繁的出入 现场仍然有武警驻手 26号上午9点多 一辆大巴车 从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驶出后离开 车窗拉上了窗帘 不清楚车内人员身份及人数 当天还有人员及其他车辆 频繁出入领馆 包括多辆搬家公司货车 也先后驶入总领馆内 此外 据内地媒体行拍画面显示 总领事馆内的游泳池旁 堆放着多包黑色垃圾袋 日前也有类似垃圾袋被运出领馆 据目击的外媒记者称 里面疑似装有碎纸 在总领馆外 26号继续有武警驻守 街道实施交通管制 领馆大门对面的人行道上 则有不少民众聚集 围观拍照 中国外交部24号通知 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 和运行许可 此举是中方针对美当局日前 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的反制措施 中方按照外交队等原则 限美方在72小时内 也就是27号上午10点之前 关闭领事馆 中国外交部并表示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一些人员 从事与其身份不相符的活动 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 凤鸿一世综合报道 美国反种族歧视的示威浪潮 持续近两个月 在昨天出现了进一步的升级 有黑人拥枪团体在肯塔基州持枪示威展示 为了给数个月前 在公寓中遭警察开枪打死的黑人紧急医疗技术员泰勒 讨回公道 在泰勒的家乡 肯塔基路易斯维尔市 数百名身穿黑衣黑裤 佩戴各式枪械的黑人走上街头 发出抗议 这些示威者来自名为绝不瞎闹联盟的团体 他们聚集在市中心 高声呼喊泰勒的名字 团体领袖通过麦克风宣称 如果没能就此事得到满意的答复 将在四周内再度上街 防暴警察到场后 封锁街道并设置路障 分隔开两个团体 而当天在西雅图 黑人的命也是命 示威活动仍在持续 数千人走上街头抗议 总统特朗普周四表示 派遣联邦特工到西雅图驻守 此举触怒了当地官员 同时也点燃示威者的怒火 一群示威者在法院 以及青少年居留中心的建筑纵火 街上有商铺窗户被打破 墙上遭喷漆喷涂破坏 警方其后动用非致命武器 驱散人群 街道上接连传来巨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目前全球的新冠肺炎 累计确诊的病例超过1623万 死亡的人数接近65万 美国新增超过6万病例 累计的病例超过430万 巴西累计病例超过239万 死亡的人数超过86000 墨西哥的疫情也没有缓和 再有6700多人确诊 俄罗斯在有近6000人感染 累计确诊的人数超过81万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疫情反弹 当局下令所有的夜店停夜15天 但是西班牙的外交部形容 疫情是可以控制的 印度新增47000人感染 累计确诊接近140万 孟加拉在有2000多人感染 累计超过22万人确诊 南非在增加12000例 总数43万例 占非洲累计确诊 超83万例的一半以上 由于疫情的严峻 公立学校停课四周 伊朗则是新增2000多例 累计确诊超过29万 英国突然宣布 来自西班牙的旅客 必须要隔离检疫14天 那大批在当地度假的英国游客 对于政府仓促的决定表示不满 在马德里机场 大批戴上口罩的英国游客 准备登机回国 西班牙近日疫情反弹 英国政府25号晚突然宣布 将西班牙踢出豁免隔离 国家名单 从午夜起 所有从当地入境的旅客 需要隔离检疫14天 有旅客对于英国当局的决定 感到彷徨和担忧 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时间准备 或调整行程 英国反对党批评当局 推行政策混乱 面对院生载道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为这项决定护航 他强调政府必须因应最新情况 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 避免英国再承受 新一波疫情的风险 凤凰一时 综合报道 俄罗斯庆祝海军日 今天在圣彼得堡 举行了笼中的阅兵仪式 由总统普京清临主持 同时普京还宣布 今年俄罗斯的海军 将会有40艘不同级别的新舰艇 服役 俄罗斯海军有相当优秀的历史 在上个世纪 17世纪至18世纪过程中 俄罗斯海军特别是 得到了彼得大帝 一世的这种重视 而且彼得大帝 当时在圣彼得堡 他建造了大约 有40多艘的战列舰 包括100多艘的守滑艇 那么俄罗斯海军 也是俄罗斯历届总统 特别重视的 这么一个军种的发展 他在俄罗斯的军兵种中 他占了7个节日 俄罗斯海军 庆祝324周年 祖坚日的庆典阅兵 主场活动 在圣彼得堡的 克朗斯塔德举行 有46艘的水面 和水下的舰艇参加 这也包括了 卡斯卡诺夫海军 上将号护卫舰 库拉科夫海军 中将号大型反潜舰 以及大型的登陆舰 小型的导弹艇 护航舰 以及潜艇等 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呢 俄罗斯海军 从17世纪 一直发展到今天呢 都是有相当的辉煌性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罗斯海军的装备的水准 正在不断提高 今年还将接受 40多艘的各种级别的 船舶 以及辅助船等 几天前 在俄罗斯 三个主要的造船厂 又同时建造了 六艘的远航新的舰船 秄罗斯 在圣皮特堡东宫桥盘的涅瓦河畔 中轻型的舰艇还进行了静态的展示 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小伟在24号晚间带队赶赴大连 就下一步防控的工作做出部署 马小伟强调下一步要以核酸检测为手段扩大预防 力争在4天内实现核酸检测全覆盖 全力加强病例救治 24小时内腾空一所医院集中收治患者 确保应收尽收应治尽致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将同筹调度全市检测机构 以街道为单位进行核酸检测 优先排查曾经的有疫情小区 老旧小区及人口密集小区居民 此次核酸检测费用由财政承担 希望市民打消顾虑 听从统一安排 主动接受采样和筛查 有序排队参加检测 要以密接管理为重点 在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的同时 要对密接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 同时科学调整风险等级区域 中高风险区域人员暂时不能离开大连 而低风险地区人员 持阴性核酸检测证明则可以离开 继续加大疾病流调和溯源力度 甄别所有可能的感染来源 努力查明病毒源头 另一方面 因疫情而延期四个多月的 2020年中超联赛 25号晚全面开赛 本赛季第一阶段在大连和苏州 两个赛区进行 共1870人分批接受了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比赛期间 赛区全部实行封闭式管理 第二阶段将根据当时的疫情防控情况 确定赛程和比赛地点 富宏民视综合报道 那根据台湾的统计新学年申请赴台湾升学的香港学生增长了五成 但是校方也担心由于疫情恐怕境外生难以准时到校注册 2020台湾大学院校博览会因为疫情关系 规模缩小 大约20多所学校参与 香港城市大学是唯一到台湾宣传的香港学校 学校目前的设定 目前的政策是说我们是实体跟线上并进 就是你可以自己看自己考量 如果想要回到学校上课是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今天怕疫情的关系 想要自己待在家里上网课也是没问题的 香港城市大学同时有实体和线上课程 也提供全额奖学金 希望吸引台湾优秀学子就读 台湾各校因应疫情也大幅使用线上教学 确保学子就学权益 包含境内跟境外的学生 我们大部分的课程都用线上学习 所以包含境外的学生如果没有办法进来的话 我们透过线上学习还有交流 就可以来完成这个课程 已经入学的可以透过线上远距教学 但境外新生想入学并不容易 根据统计新学年申请赴台的香港学生成长五成 各校境外生申请入学人数 也多有成长 但目前签证申请和学历验证 时程拉长 也还有航班以及入住防御旅馆等等问题 今年其实在香港啦在马来西亚还有其他国家 人数都有上涨甚至有到两百多位 但是我们就担心这可能都是 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数字而已 真正能进来的我们都不敢说 目前台湾教育部要求各校在10月15号前 回报新生注册人数 但审核程序卡关 学校无法确定实际能有多少境外新生完成注册 声援不足也对学校经营形成冲击 凤凰卫视林奇兵金敏怀台北博导 好 下节我们关注香港立法会选举的相关消息 一会见 时钟车我们带来港澳方面的资讯 香港立法会在今年的9月份要举行环节的选举了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表示 选举主任有权利按照法律和资料 就候选人的提名是否有效做出决定 发言人指出根据立法会条例 参选人需签署声明 表明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区 否则不得获提名为候选人 发言人强调候选人已签署提名表格 同意选举主任向有关机构查核他或提名为候选人 及当选为议员的资格 选举主任会视乎美宗个案的情况 咨询律政司及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在内有关机构的意见 并要求参选人提供适当的额外资料 以判断提名是否有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 指出当前香港立法会的选举 已经处在兰朝派和西方反华势力搅局的阴影之下 促使思考香港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立法会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指出 作为特区管制架构的主要组成部分 香港立法会的目标应该是致力于通过建设性论证和法律制定 来改善香港的治理 促进本地的民生 立法会内反对派的政治活动 必须在遵守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前提之下进行 文章批评兰朝派妄图夺取立法会35家 兰朝派进入立法会的目的只为瘫痪政府 最终兰朝香港 这样只迫不力侵害的是整个香港的利益 终极兰朝是穷途陌路者的丧心病狂 文章称 英国在撤离香港前大搞民主 不过是将民主作为继续插手香港事务的手段 而中央政府出于对香港历史文化 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尊重 赋予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高度自治的权利 但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 更不是独立 一国是香港的政治底线 任何时候都不能触碰 有人说今年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是建设和破坏的对决 是安宁和骚乱的对决 是正常与混乱的对决 文章强调这是香港市民面临抉择的关键时刻 香港需要的是一个致力于建设 让社会重回正轨的立法会 还是一个激进兰朝葬送香港前途的立法会 香港的治与乱取决于每一位香港市民的选择 凤凰一世综合报道 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昆龙AG600 在今天与山东青岛附近海域成功实现海上首飞 上午9点28分 AG600飞机从山东日照山自河机场滑行起飞 经过约28分钟飞行 抵达青海附近海域上空 逐步降低高度后平稳入海 在完成回转 调整方向 加速 机头昂起等一系列动作后 AG600再次迎风腾空 直插云霄 圆满完成海上起飞 AG600别名昆龙 是目前世界上在沿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 也是中国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 AG600在陆地上和水面上都可以起降 飞机一次最多能在12吨水 完成4000余平方米的救火任务 不仅如此 AG600还可以在水上停泊实施救援 一次可救护50人 除了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 还可以根据需要加装设备 执行其他特殊任务 这已经是AG600的第三次首飞 与前两次陆上和内陆湖上首飞不同 这次的试飞要面对海水独特的严度 密度以及波浪条件 对飞机性能的考验更大 飞行员也同时要适应更加广阔和复杂的驾驶环境 海上首飞成功 标志着项目研制 取得了又一个重大进展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你感谢你搭乘今天的时事直通车 2020年的7月26号 卢春在香港 祝您健康平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